昨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正式的实施 防控动植物疫情是生物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的一季度 全国海关在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当中 截获了检疫性有害生物204种 14000多次 此前在金陵海关一批委内瑞拉巨人粉红角蜘蛛 就在过关时被检测出来 在金陵海关驻邮局办事处 海关官员在对一个邮件使用智能设备过机检查时 发现异常 随即对其进行开箱检查 它的品名申报为试管 X光机图像显示里面是有几十余个塑料的小型的塑料容器 我们打开之后发现是包装完好的填充物的塑料管 每个管里面有一头蜘蛛 就是还是活动的活体蜘蛛 运动非常活育的 该批蜘蛛第一时间被送至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经过鉴定这是一批委内瑞拉巨人粉红角蜘蛛 在海关实验室记者看到 像青江鱼 光明女神闪蝶 仙人掌等等各式各样的 从地地渠道截获的活体昆虫 昆虫标本 植物种子等 据了解 这些地地渠道查获的昆虫 都为异形宠物爱好者海淘回国换养 养了以后变大了 它会在本群里面互相交换 就有可能把外来物种扩散出去 对中国的农业生态和人民身体健康会带来危害 今年一季度海关退回销毁不合格进口农产品 129批次 涉及23个国家地区 1931一次 1931年 22年 感谢观看